再来看一下这一盆三角梅张周红荫 大家看它长得多高了 哇还差两个格子就爬到了 三格就爬到了这个拱门的顶楼 这个生长速度真的是快 但是牺牲的就是它的花 因为我种这个三角梅的花盆比较大 那么这个空间足够的话 你们三角梅就只顾着长个 所以它的生长速度才这么快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连它的这个侧牙都长得这么快了 长得这么长了 我主要是想培养这两根组织 因为这一边它才适合爬这个拱门 大家看这边也长了很多枝条 但是感觉这些枝条已经不适合往那边做牵引攀爬 所以它再生长在这里的话 只会消耗掉过多的营养 所以现在我决定把它的这边的枝条都给剪掉去 把这个营养主要供给这两根组织生长 看这么长的就剪掉了 还有这一边 这么大一串 全是营养了 这一边的就全部都流到 往一边生长 靠这一边的全部剪掉了 主要的两个枝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然后那边的两个状枝就浪腾 然后这边的话 它还长出一些这种 小一点的这个枝 要适当的给它牵引一下 让它往上长 到时候的话 这个拔藤 这个拱门 才长得这个藤多的话 才好看 我就只是孤零零的两个 还是没那么漂亮 这样牵引一下是不是好多了